-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就是228年假的第一天 不过刚好碰到强烈冷气团南下影响的关系 各地的气温相较近期来说都会稍微降低一点 在天气方面 北部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比较多 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气温的感受全天都会比较阴冷一些 至于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还是比较稳定 多云稻勤 不过要注意早晚期间的气温依然是比较偏低的 但是白天回温的状况会比较明显 整体来说日夜问差会比较大一点 再来要特别提醒 沿海空旷地区都容易有强风或是大浪出现的机会 如果骑车开车或是前往岸边活动的话 一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我们来看卫星云图 从今天开始收到这个强烈冷气团南下的关系 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向是偏北到东北风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有比较多的云量跟局部短暂雨发生 相对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比较稳定的这种多云稻情的天气 那我们接着来看模拟图 从今天开始到周六周日这几天 台湾附近都持续的受到这波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环境的风向都是以偏北到东北风为主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会持续的有比较多的云量跟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相对的中南部地区 同样都是可以维持着多云稻情的天气 而下周一到下周二 这波冷气团会逐渐的减弱 环境风向也会转变成偏东风的环境 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变成是东半部地区才是比较明显的这个银峰面的位置 所以在下周一夜 东半部地区同样的还是会有比较多一点的云量跟短暂雨的机会 至于西半部地区 则会恢复得比较稳定的多云稻情的天气 但是早晚期间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低云或是雾来影响能见度了喔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明城比较细部台湾附近的降雨 由于在近期来说都是这种偏北到东北风的环境喔 所以可以看到在基隆、北海岸、宜蘭这些位置呢 降雨的频率都是比较高的喔 但在桃园以北到东半部到横胸半岛这个区域呢 同样的也都会有一些局部短降雨的机会 中南部地区都是非常临心 甚至是没有下雨的这种情形 我们接着来看未来这10天的四日旅区 那刚刚有提到喔 周六到周日这两天都持续的受到这个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喔 尤其是在东北部这个银峰面的位置喔 可能局部地区会有比较多一点的累积雨量 下周一到下周二环境的风向逐渐的转变的是偏东风的环境喔 那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呢 变成是东半部地区是比较明显的银峰面 所以呢可以看到在周二这一天喔 在花东到横丘半岛这附近喔 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的机会 那在这几天来说喔 中南部地区的天气呢都是比较稳定喔 大概只有山区附近会有一些零星小雨的机会而已 我们接着来看温度趋势图 在未来这一周来说呢 北部地区喔 因为今天开始受到冷气团影响的关系 那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喔 是气温最低的时间点 白天高温只有大约13度喔 早晚低温也只有大约11到12度 那是可以说是全天都是比较阴冷的气温的形态 那在下周一到下周二的这个冷气团就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早晚的低温有逐渐往上回升 白天的高温也会因为这个阳光弱点的关系喔 所以会有比较明显往上回升到大约23度左右 下周三到四呢 预估会造有新的一波冻煤气风南下喔 不过这波冻煤气风的冷空气强度就比较弱一点 所以呢在低温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喔 只有白天的高温因为雨量再次增多 所以有往下降的趋势 这次我们看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同样的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喔 是气温的最低点 白天高温也只有约19度左右 早晚低温呢则是大约13到14度 那同样的在下周一到下周四这段时间来说呢 是呈现逐渐往上回温的趋势喔 整个日夜温差来说呢会比较明显的扩大 所以呢这个早晚期间 都还是要注意这个气温比较偏低的状况 这次我们看到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同样的在周六到周日这两天 是有气温比较明显往下降的趋势喔 周日气温最低的时候呢 白天高温只有大约21度 早晚低温变化的幅度是比较有限喔 大多在15度左右 那下周一到四这段期间呢 这个日夜温差扩大的情形 跟中部地区同样的 是有逐渐在扩大的趋势 不过后期来说呢 因为云量可能会稍微增多了这个关系喔 所以日夜温差会再稍微往下缩小一些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喔 那东部地区因为今天的上半天来说呢 都还有比较明显的阳光露点喔 所以这个白天高温都有比较明显偏高的情形 但是呢 从下半天开始到明天之后的这两天喔 因为冷气团影响的关系 而且影封面地区的余量都比较多 白天高温是很明显的 往下降到大约只有17到19度 那早晚低温也只有约16度左右 气温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而且快速往下降的趋势喔 也会变得是比较阴冷的这种气温的形态 那接着在下周来说呢 气温同样也有逐渐的往上回温的趋势喔 而且在下周三到下周四呢 也会再稍微降低一点 不过这个降低的幅度主要都是表现在白天的高温上面 那同样就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周六到周日这两天来说 各地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温 气温的感受都比较低一点 要特别注意遇寒 这次再来看今晚明晨各地的天气以及气温 今晚到明晨来说呢 持续的受到偏北到东北风环境的影响 影封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呢 都有比较多的云量以及局部的短暂雨 中南部地区都是比较稳定的多云道景天气 但是要注意局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呢 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来到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最后来看一下明天白天的各地的天气以及气温 同样的是持续的这种风向的环境 所以影封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是一个多云道阴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中南部地区呢 同样是维持多云道景的 没有下雨的这个比较稳定的天气的形态 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在明天白天来说呢 北部台北这边的高温 跟南部地区台南高雄这边的高温呢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出现 所以明天如果要南来北往的话呢 一定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个穿着预寒的部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依旧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